205 复合实体 好,那这一题呢 我们从底部开始画起 好,所以点选草绘 Top面 按草绘 好,然后呢 利用中心矩形 画一个矩形 然后用圆角 试编到圆角 好,然后圆角都一样 所以相等 好,然后呢 里面都要一个圆 好,然后利用法相 标注这边的长度 跟这边的长度 好,然后选起来 来,之后 右键修改 好 再生拿掉 来,第一个 这边的长度是 96 好,这边的长度是72 12 啊,这边的直径是12 半径也是12 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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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Ctrl D 那我们做隐身 那我们做隐身 隐身 隐身的高度是14 所以这边打14 好,确定 好,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一个 那这一个 我们先画这一条线 然后做扫描 所以这里呢 我们点选炒绘 这个面 好,炒绘 然后,这边呢 我们做一条 中心线给他 好,然后随便画一条线 好,那这里呢 我们给一个终点 终点 好,这条线的终点在这里 好,然后呢 我们要将这个点 跟这一条线呢 重叠在一起 好,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法向标注 第一个,这边的长度 第二个,这边的角度 还有这一点到这边的距离 好,所以我们这边要给参照 好,法向 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 好,选起来之后 右键 修改 好,再生 打鼓拿点 好,来,这一段距离60 好,角度是 60 好,距离是30 好,打鼓 Ctrl D 好,确定 好,然后以这一条做扫描路径 点选扫描 选这一条线 那 起点要指定在这里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是这里的话 要把它再点一次回来 好,然后 编辑截面 好,然后这里呢 我们用线 从这里 上去,这边要垂直 这边要垂直 然后平行下来 好,选这个点 好,然后呢 法向第一个 这边的长度 这里到这边的角度 然后这里呢 好,题目跟我们讲 这个点到这里是48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做一条中心线 跟这个边做垂直 好,所以法向这个边到这个点的距离 好,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选起来右键修改 再生拿掉 好,来 这一段的距离是12 角度是75 这边的长度是48 好,然后这边呢 因为这边60 所以这边的半径就是30 所以这边是30 确定 确定 好,确定 Ctrl D 好,打勾 好,然后做导圆角 半径是30 所以选这个边 Ctrl键按住 选这个边 打勾 好,点选草灰 选这个面 然后呢 方向这个朝右 好,来做编辑 好,然后这边选择 同心圆 好,这边的直径 是26 好,这边直径26 好,确定 Ctrl D 隐身 好,反向做贯穿 确定 好,那这样会做完毕之后呢 那他的坐标系是在这里 S 轴朝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做一个点给他 好,在0.5的位置上 好,然后坐标系 好,然后呢 S 轴要朝这边 所以选right面 Y 选from面 S 轴要反向 确定 好,所以题目第一个 问我们S 轴的近视值 好,S 轴近视值是这一个 好,然后第二题呢 A 跟 B 两点的距离 A 是这一点 B 是这一点 B 是这一点 所以这时候呢 来 好,炒灰 这个面 好,然后一样 这里 朝右 好,做参照 这个圆 关闭 然后给点 这边的点 好,完了之后 确定 然后第二个呢 炒灰 这个面 好,一样 参照 这个圆 好,给点 好,确定 Ctrl D 好,到分析里面 选测量 这一个点 Ctrl键按住 带点这个点 所以距离是这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他要改变尺寸 好 那改变尺寸 第一个编辑定义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里呢 V1 改75 好 然后呢 H1 改100 好 然后呢 这边 R 半径 R 改成10 好 好 然后D1 也改成10 好 确定 然后呢 隐身高度 V2 改成15 好,确定 然后呢 隐身高度 V2 好,长度 好,长度不变 好,角度呢 A1 改成55 距离 H2 5 改成28 改成28 确定 好 然后扫描 右键 编辑定义 好 编辑 好 来 这边 这边 H3 改15 然后A2 A2改70 50 然后这边V3 改50 好,确定 确定 好 导圆角 好,导圆角30 这个不变 好 然后炒灰 好,里面这个圆 D2 改25 好 好 隐身这个不变 好 来 那题目问我们 S轴 的近视值 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AV2点的距离 这一个点 Ctrl鍵按住 再点这一个点 距离是这一个 好 好 然后呢 表面积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 是 205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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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